你要学习VBA 其实有时候如果说 你不会用VBA的话 像我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有一个其他补充范例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入门 就同学问的问题 我有时候把它放在这边 其中有一个叫多重条件的 范例里面叫多重条件的减合范例 那这个范例是 有一位是他受检业的 等于是受检业的同学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利用内建的函数来做 基本上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逻辑非常的复杂 那也许你们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我是把它放云端白板的 其他补充范例 他的条件是这样 就是说他有一个保护的年 总共会有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里面包含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他的年龄 这边有这么多条件 包含一二三四五 那里面 二十岁以下的 如果你是十五到二十最多 就一千万 如果你十五岁以下的话 最多是两百万 因为好像之前有发生什么那种 什么就是蓄意的 帮他保太高了 如果是二十岁以上到六十岁 就看你的年收入 如果你年轻的话 二十五倍 就是四十岁以下到二十岁 然后这个是六十五到四十 年收入二十倍 最高保了 那如果说你的六十岁以上的话 最多就是十五倍 那像这么复杂的逻辑 说真的如果你要用 Excel里面的衣服来做 恐怕还是有可能做出来 只是说会非常的复杂 然后 他的这个需求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是保额 如果是 假如说是有问题的话 那他原来是用人工来处理 比如说这个地方 保护 假设十五岁 十五岁就看这边 势必千万 那这个五百万 那OK 他就是可以让他成保 就可以做后续的部分 那如果说他今天 假如说这边是 他的年龄二十二岁好了 然后如果他年收入是五十七万 那五十七万呢 当然相对他最高的保额 可以等于什么 他的二十 乘上二十五倍 最高就是可以保这样 一千四百多万 那如果说他今天保五百万 没问题 可是如果他保一千五百万的话 那这边就要显示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不行 就是要显示就是 两个减的符号 两个减的 表示说他这个地方 不能够 不能够成保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说他 他保的假设是一千四百万的话 那就是可以让他显示什么 这边有个需求 就是显示什么 需进行下一阶段 就是那个等于是他符合第一阶段 所以这边要显示什么 显示这个讯息 需进行财务合保 那以往他的作业 就是用人工去做这个处理 但是如果说今天 他希望用VBL 其实当然不一定VBL 你如果说可以 你可以用超乱环数里面一幅来做 可是这个逻辑实在是太复杂 所以后来他这个问题 我就帮他写了一个VBA程式 其实这个用VBA程式来做 会稍微简单一些些 那怎么做 一样我在开发人员里面 先找到他的那个 他这个档案 他这个档案的话在这里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 我用方选的方式 就插入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方 一个那个程序 程序用方选 那这个方选呢 其实已经写好了 我已经放在云端上 如果有兴趣同学 这边有个程式嘛 就是你的工作里面呢 刚好有这么复杂的一个 那我的写法是这样 我先demo给各位看完成的 这个是完成的 然后插入一个方选 那这个方选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里面都是一幅一幅 全部都是一幅 那里面的话呢 主要就是可以拆 慢慢拆解 那我是一层一层 只要你将来 逻辑通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自然就可以把那个 对应的逻辑写出来 那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来试一下 基本上 他当然插入函数的地方 会有个实用的定义 那我那个名称叫 这个叫减和条件 按确定 年龄给他 保额给他 年收入给他 OK 有没有 需进行 那如果说我今天 20 如果是40岁 假设40岁 那最高的 他的 他的那个 比如说他年收入80万 最多可以保到2000万 他如果保到1400万OK 可是他保到2100万 就变成减了 OK 等于是说 你就不需要再做其他 反正你就是输入 你应该输入 包含就是这三个资料 好 那如果说他今天是 这边有个60 假设40岁以上 所以这样子 等于是40岁以上的 投保的金额也不能太高 因为他担心可能 是不是有 可不可以支付 比如42岁好了 然后他的年收入80万 他最高的话 只能保到2000 一样 那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 66岁好了 那他是15倍 所以这边 这边最多是只能 15倍 那15倍的话 基本上最多是1200万 可是他保到2100万 不行 那如果说你把它再降低 比如说1100万好了 OK 需进行财务合 法式说他可以下一阶段 这个怎么说 基本上 应该我验证过应该没问题 你只要懂得怎么样 使用函数 其实就会就可以 得到这个最后的结果了 就是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那里面到底怎么撰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 因为我逻辑 我把它概括 分成这样 就是第一个 他是不是在 20岁以上 跟20岁以下 把20岁当成是一个中间 一个第一阶段的分 因为这里面主要是因为 20岁以上 跟以下 他有那个年 有没有 计算的方法 有所谓的年收入 几倍的这种问题发生 对对 计算方法不一样 所以先切割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切割 第二个切割 再来就是说 20岁以下 又分成说 他的年龄 如果在14岁 包含以下的话 他是200万 如果是20岁 15到20岁的话 是1000万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判断 然后里面又分成两个 两个 这边的话 总共会有三个判断 基本上里面的判断 其实都蛮接近的 所以我撰写的流程 是这样 我大概概括 把那个逻辑写一下 第一个就是 一副 你会发现 因为我有阶层 其实阶层的 有没有 主要的用意 就是说 你可以先看到 这个一副 年龄如果什么 小于等于20岁 反之就是 大于20岁 这个区块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城市逻辑 这个区块 有没有 就是 它是 小于20的 下面这个区块 它是大于20的 OK 那就小于等于 这边又多一点等于 好 那这个区块里面 小于等于20之外 这个区块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if里面 还会有一个if 这个区块 是 是小于等于14的 这个区块呢 是 应该是 15到 等于是15到20岁的 那这样第一个 年龄比较小的 就先分割开来了 再来就分别 20到40 41到65 再来就65 所以总共会有 其实里面主要先切成 两半 再分别上面两个 下面三个逻辑 那程式 基本上 那其实我是 先把中间这一块 先写出来 其实我是这样先写 if 这个 L10 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撰写 上面这个区块 判断它的年龄 是不是在14岁的 用那个呢 14 先判断 小于等于14 如果小于等于14 做什么呢 就是做 我们刚刚那个 如果它的保额 如果它保额 假设是 大于200万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有个 那个条件 就是小于等于14 岁 它只能够是 小于等于200 如果大于等于200 那就给什么 输出 到 制定函数里面 给它一个这个符号 那反之呢 它没有大于等于 大于200万的话 那其实它就可以 进行财务合保 那如果大家一样 所以这一段程式嘛 你可以复制 贴到底下 其实15岁只差别 就是把200改成1000万 其他都一样 保额部分 应该可以看得懂吗 其实我是把这一段 先写好 然后把它复制 贴到下面这一段 改一下这边 本来是200 改成1000万 OK 有没有 那等于是说 我就可以先判断 20岁以下的部分 那你想说 那40 就是20岁以上的 它分成三个 一个是 如果它大于等于21岁 小于等于40岁的话 那我们底下的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区块 其实也可以拿上面 这个区块的程式 拿来贴上 只是说呢 需要更改的 就是说 它的保额 不是用1000万或200万 而是用它的年收入 所以 这边会有个年收入引述 不过当然 如果 它如果是20岁以下的话 当然就没有 那个年收入问题 它就是年收入乘上20倍 跟保额比比看 如果超过的话 那就是这个 如果小于呢 那就是需进行财务合保 那我其实这一段 程式写完之后 因为会有 底下会有三种逻辑 所以我前面讲过 我们在多重逻辑的话 除了if else之外 如果你会有第二种逻辑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中间 加上一个else 前面好像讲过 就是那个abcd 多重逻辑 那再来第二个 就是如果它的年龄 是41岁到65岁 那就是20倍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一段程式 跟下面这一段 其实蛮像的 差别只有在这边 改成20 其他都一样 这一段呢 你会发现也是一样 else 其实就除此之外 反正就剩下 应该是66岁以上 然后就乘上15倍 其实这一段程式 也跟上面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这个的年收入倍数 OK 所以这个地方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刚好同学问到 他工作里面会有这么 这样的一个逻辑判断 那所以如果你将来呢 有类似像这样的逻辑判断 如果用VBA 你不用VBA来写的话 用函数写 哇 恐怕 还是写得出来哦 只是说 它可能只能写在 从一行里面 那我想 哇 这个可能会 非常的复杂 可是VBA的好处 是它可以切割啦 它反正就是逻辑 你就知道 你在切割什么 虽然城市码 蛮多的 但是很多地方 都是一样的 只是去做一个 城市的修改 我建议啦 你回去 如果有时间的话 逻辑应该都知道啦 只是说怎么样 把它写出来问题 如果你可以把这东西写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 应该至少有一定的 那个功力了啦 只是说 这个 当然也相对有一定的难度啦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可是 你说 在工作里面 很多地方 都是需要这样的判断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 都用土法链钢来 来做的话 像其实你会发现 这是受险业的 好像还排前三大的 某医院受险业 因为最近他们里面做企业内训 就找我去帮他们做内部的企业内训 那他们里面我就说 没关系你们尽量提问题没关系 那所以就有同学就提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说不过你要问问题之前 你尽量就是你要告诉我 你要做什么 因为我不懂 我不懂保险嘛 对不对 我又不是你们的专业 那你至少你要告诉我 你要做什么吧 那他就是有个叙述 我大概看一下 其实还蛮容易理解的 而且是他们平常工作 就是这样在 这个是实际上 现在受险业 好像要承保之前 可能要做 所以这个东西做好之后 其实他们 受险业就可以拿来直接使用了 OK 那这个我想 如果有吸进去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那个 我是补充在云端白板吧 你们找一下那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的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哦 OK 里面有个入门的 那这个是一个多重的 你找一个范例里面 叫多重条件减合范例 这一个 那一样我这个是有一个范例档 那我写完的程式 是放在那个程式码里面 提供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额外说明一下 那其实工作里面 我想你什么 你应该工作里面 一定会有这些东西啦 只是说呢 你也没有办法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把你需要做的逻辑判断 本来用人工处理的 插入一个函数就完成了 其实像他们以前 如果我没有跟他们讲 这个致力函数的话 他们都是用人工判断 那每一个城堡 你会发现效率又很差 人家要城堡 你还要 其实最好是就是 写一个VBA城市 如果人在外面 最好可以写一个那个什么 写一个手机的APP 对不对 手机APP按一按 然后输入就跟你讲说 能不能城堡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如果你可以做出来 那相对的 我想至少在 职场上面的价值 附加价值 老板也会觉得 哇这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这马上可以告诉我答案 那当然如果你有写出一个制定函数 假如说他的城堡是一堆人 一堆的清单 你当然可以什么 马上 有没有他 他有很多城堡户 马上可以给他一个报表 告诉他结果 哪一些不行 留下可以的剔除 把它分成两边嘛 一个是可以城堡 一个是不能城堡 那不就很快吗 你处理事情的效率上面 自然大大提高效率 那当然竞争力也会比较高 因为你会发现 现在各个产业 其实大家都还是讲求 这个竞争力 那竞争力 其实很多时候 还是需要一些自动化的工具 可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刚刚有提到 多重条件的 那个检核范例 试试看